海民颱风强势习台新北市长侯友宜 今天到了0403大地震 曾经受损的板桥福州桥 视察耐震补偿改善工程 不过随着颱风以及雨势逐渐的增强 明天有没有可能继续放假 侯友宜今天表示 一切会以市民安全为考量 会与北北基陶等共同生活圈的县市 尽快的沟通发布 风雨最大会集中在 今天下午的两点 这个考验自从今天下午开始 提醒各局处官员 考验下午才正式开始 新北市长侯友宜 作证灾害应变中心 要各单位上警发条 不能有一丝懈怠 我们发现这个确实有 这个补偿的一个急迫性 视察0403地震受损严重 列出大风的板桥福州桥 毕竟接下来不论风势与室都会增强 尤其是受损强的等施工到一半的建设 一定要多加注意 侯市长再次强调 希望新北市民朋友没事就待在家 更千万不要靠近沿海地区 台风直接铺台 北北鸡桃四位市长全部共同生活圈停班停客 讲完安侯友宜 脸书也被网友留言灌爆 称他们是最帅市长 以目前状况来评估 周四台风架会继续放吗 对我们一切以市民朋友的安全为最大的考量 我们会及早在今天 只要经过北北鸡桃 大家从我们沟通以后 能够及早来告诉大家 针对起遇时事 政务都低调 防台准备是当前优先工作 街上的流传新北市也采摹大